而在台风来袭的前夕 东部海域已经明显感受到了风浪增强 在台东往返绿岛的船班 在今天中午过后要全面停航了 担心会受困在离岛 在今天上午大约有一千位游客 赶到码头旁边去排队要搭船离开绿岛 而在台东沿岸更观测到了三米高的浪花 不少渔船都提早返港 加紧脚步卸下渔货固定船只 加强防台作业 游客提着大包小包来到渔港 等待搭船 一大早遇到南达渔港 急满人潮 马娃台风来势汹汹 大批绿岛游客赶在天气剧烈变化前 回到本岛 风浪明显增强 旅客超有感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东往返绿岛船班 28号中午过后全面停航 不少游客被迫提前结束行程返回台东 一个上午就有约一千人陆续搭船 撤离遇到 不只海上风浪增强 就连台东沿岸也出现长浪 海浪伴随强风拍甲上岸 还一度观测到三米高浪花 渔民也纷纷将渔船开回富岗渔港 赶紧卸下新鲜雨货 故地船只 现在是长浪了 基本上风下午比较会 不能出一桿 比较危险了 台风逐渐靠近 渔民和游客不敢大意 将近将不撤离 做好防台准备 要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接下来留下台东报道